大老师我知道你会来的 万一火了呢 国服帝尿品嘛肯定会看的 我是你的学生奥特曼 几分钟啊 七分钟 把我头像卡的这个 有点卡啊 单身瓜皮 第四位 这个披的头还在晃呢 大家好 我就是罗福帝尿品 创始人大司马 这个 感觉读的不是很顺畅啊 我忘记我忘记说了下一个男嘉宾很帅 台上这些姑娘呢反正也瞧不见 他们就根据那个观众的反应 方夫生 那个我想问一下十九号 我瞧见了我戴眼睛瞧见了 不存在的 哎 课鼻子 哇 听说你很皮 你打我啊 哎 这个 这种感觉是最好的 还不错啊 二十四位女生印象如何先考虑 很皮 十四号 轻选择 这可以 根本没瞧清 可长什么样的女生举手 我看看 一号 哦哦不对 二十四号被看见 那有点看不太轻 想近距离的看一下 看不见拉倒 来 这就是像那个 就是绿巨人 来十七号 现在的《非诚勿扰》好像黄翰不在了 我先表达一下 这今天很帅 谢谢 知道 讲实话 哈哈哈 真的很帅 打野的正确姿势是什么 就是一手怎么样 在地图上 哎 两边 左边跟右边 画正方形是故轻 然后触发战斗 永不团灭的奥义是什么 从现在开始展示边缘OB法 哎 不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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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 哎 你看 OB 怎么说 哎 不上 还是不上 看到没有 哎 走 王者级操作 九番全场 凡手 点 凡手 怎么说 这个是 参加竞技的时候 他们做的 逆皮 大神级意识 一般真经的吹牛饼 这个配音好像是那个 照样消耗 对不对 叫什么 就官方的那个是吧 香港号第一金牌奖息 凯克了 这个配音的是那个 如果去真的去参加 他会不会真的要放个 反正那么多人都说他帅了 干脆我们再发点福利 还有一个片子 看看他有多帅 全是由照片组成的 看下面的片子 这个照片是我以前 以前在那里照的 以前在那个照相馆照的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是我一个人跑去照的 那个摄影师让 这些所有的pose 都是那个 帮摄影师帮我摆的 他说你这样摆 这样吧 在《非诚勿扰》第六个年头 来的男嘉宾当中 从颜值来说 前十名应该有了吧 不知道这个 太多人了 二十号 安娜 我想问你一下 你最喜欢的歌曲哪一首 我想知道你的评委 如果 等一下等一下 名字想不起来 你可以唱一下 一人 我饮酒醉醉 把家人成双队 两个人 我翻皮水 翻我的皮水 识了字 我不跟你解释的 他练头皮发麻 一号 韩嘉宁 你好 哈喽 因为我是一个吃辣椒 就是全身会肿 我会过敏的人 吃里妈卖皮 哈哈哈哈 你 你是不是也是不是辣的 我是他 二十四号 哦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你那么帅 那么有气质 那你对你另一半的要求 是怎么样的呢 女生可以长得不难快 但是必须要回皮 哈哈 不知道他这个本事 是长什么样的 你这个是肯定蛇子 你还问我 然后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我对帅哥很感兴趣 哈哈哈哈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不知道他这个本人长什么样子 很想看一看 哈哈 我是主播大师吗 主播内容 画画 我被称为电竞小笔下所 我也可以画一幅送给大家 送一幅 送一幅 再给大家画一幅 画一幅加五八 接下来我们画一幅捷信 这个耳机好丑啊 完美色尾 哇 还是二老师盏灯 还是二老师盏灯 如果我真的去上去的话 估计没了 二盏灯一盏没灭 这是六年来的第一次 哦 我知道了 这个人是外国人 这个人我知道 这个人我知道 他是一个外国人 他是一盏灯没有灭 有史以来最牛逼的意思 他选择了几号 微胖 选了两个微胖的 看到没有 没有瘦的 选了微胖 你的选择是 不跟你搞那个什么东西 这是九 哦 这是他选的十四号 对吧 选的十四号 三号 帅气流浪 流浪 对了 对了 正好开始了 开始了 游戏正好也开始了